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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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啦 妈妈 快进来看 水果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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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我找不到啊 怎么会找不到 都是奶奶帮我收的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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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找得到 李莉 萨郎 李莉 你好了没 还没有 奶奶在帮我找小花嘛 对对对 再等我一下 萨郎 奶奶 你怎么一直找篮子 因为我记得我是放在篮子里啊 不对啦 不对 我记得我们上次玩完的时候 你说 那不玩了我就帮你们收起来了 我的我自己带回家收 好啊 好啊 那李莉你呢 奶奶帮我收 好 那这个衣服小皮肩放在篮子里 这个小花帽怕压坏 我帮你找个盒子放好不好 好 哦 对哦 我说要放在盒子里嘛 哎 我怎么忘记了 谢谢你提醒我啊 不客气 奶奶 快去找盒子啊 好好好 我要去帮李莉那找小花帽 你们呢 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中过了 大魔保 帮我 因为 我 иде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花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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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空的 这个盒子蛮漂亮的 看看下一个 这是什么 是这个手帕耶 我很喜欢这个手帕 一直没找到 你看 你看 奶奶 我要小花帽了 对 我只是看到这个手帕很高兴 原来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找到了 找到了 看看下一个 这是什么呢 耶 找到小花帽了 公主姐姐 一起去散步吧 好啊 公主妹妹 我们走 走 沙拉 你怎么不动 我 因为我 我想上厕所 哎 他快点回来哦 奶奶 呦 跑这么快啊 大概是上厕所 哦 先不要看书了 来来来 哎呀 我们呢 一起来听一个好听的故事 故事 喵喵 就是喜欢你 阿诺来了 他想赶快把冰淇淋拿回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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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阿诺为他的冰淇淋难过时 他突然看见一个小小的东西 哦哦 可怜的小家伙 你喜欢这里吗 阿诺为小鱼盖了又大又漂亮的房子 阿诺为小鱼准备了好多好多的食物 不管跟谁在一起 阿诺都会上折他的小鱼 小鱼小鱼我爱你 真想变成鱼和你在一起 小鱼小鱼我爱你 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可是鱼缸里的小鱼看起来却不太快乐 嗯 嗯 巧巧我 你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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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亲爱的小鱼 你喜欢这里吗 我猜不止小鱼喜欢 阿诺和她的朋友也都很喜欢呢 哈哈哈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一起抱抱 我喜欢妈咪抱我 我不会抱抱了 很简单啊 你看 高兴时 难过时 好累时 都想要抱抱 赶快找到你想要抱抱的人 一起抱抱 沙拉满吞吞 灵灵 沙拉 你终于回来了 你的头上 我的头上怎么了 小花帽呢 没有在头上吗 没有 可能在厕所 我去拿 又要等沙拉 奇怪 怎么不见了 沙拉 你在找什么 小花帽啊 小花帽 灵灵的小花帽不是找到了吗 不是啦 是我的不见了 你看 我头上没有小花帽 小花帽 对哦 不见了 会不会上厕所 放在厕所里面了 没有 我刚刚找过厕所了 那里没有 哦 那你要找一找 你就回头 找找刚才你经过的地方 都看一看 哦 小花帽 小花帽 哦 看样子 我好像应该 也帮它去找一找 哦 哦 亮亮来了 好 我跟它亮亮去找 美人鱼 呜呜 哈喽 我是美人鱼 今天有一个很棒的玩具哦 你们看 哇 哇 小鸟啊 你看它 背起来的样子 好可爱哦 你看嘛 跟你一样很可爱哦 仔细看 真的很可爱啊 哦 嗯 你怎么可以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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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比较喜欢小鸟 不喜欢你 那是玩具 你是亮亮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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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怎么会比你可爱 你才是我最喜欢 最好的朋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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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把小鸟变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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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歌之后 它应该会比较开心吧 听歌 耶 你 因为 睡前起床三餐饭后 张小丽一定记得刷牙去 我也有刷牙 为什么还有大猪牙呢 哎 哎呀呀 哎呀呀 因为你忘了 看着镜子 滋滋细细 按照顺序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一根木楼刷呀刷刷呀刷刷呀刷 刷呀刷 刷呀刷 哎呀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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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美丽 答案就是张晓丽 小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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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看见呢 这盒子怎么会放在这里呢 小花帽 怎么会跑到盒子里去呢 沙拉沙拉快一点 沙拉沙拉 小花帽 沙拉 你找到你的小花帽了吗 没有 怎么可能 我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走过的地方我都找了啊 就是没有啊 真奇怪 我也觉得真奇怪 沙拉沙拉沙拉 奶奶 你看在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小花帽 小花帽 奶奶 是你烧起来的吗 不是我 那为什么会在盒子里 是我放的哦 是小飞兽船长吗 就是我 是我 为什么是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进去到里面慢慢说 那你们呢 帮我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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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过关 那是什么 还好 没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大恐龙 我再来救我 小勇士 好 鸡扎兔 我来救你了 耶 定一关 恐龙拼骨王 快快快 赶快通过火山区 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骨 就可以过关 这是什么龙呢 哪一只 是他吗 好 拿好 加油 走过去 小心哦 手张开 更平衡 很好 小心 小心 好 好 有点惊险 好 放上去看看 对不对 哈哈 答对了 我们来救我 第二关 珍珠果大餐 敲啊敲 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 交给三角龙 你就能过关 力气很大 锤子也很大 单手啊 你有这么厉害啊 用单手啊 一只手 又敲出来了 最后一颗 好帅哦 好的 慢慢看 好 找出三颗 一模一样的珍珠果 是哪三颗呢 很好 送去给三角龙宝宝看看 很帅 救助他 过了 赶快来救我 第三关 拯救恐龙蛋 小心穿越吊桥 转动转排 拉起恐龙蛋 你就可以过关咯 加油 火山爆发了 慢慢走啊 你走这么快 做什么 你在赶时间吗 好 这个有点重啊 用力气要用推的 不是 对对对 找到用那个力气的巧劲 不能不能 回头了 不能回头 对对对啊 对 小心 别急别急 对对对啊 对对对 你找到秘诀了 好耶 过关了 你就是可爱的小 勇士 找到恐龙蛋了 谢谢你 小勇士 妈妈 这才是你妈咪了 好 来 拜拜 下次再来恐龙倒冒险 下次再来恐龙倒冒险 噢 咳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 你们听我说 其实 我刚刚在餐桌 有遇到沙拉 它走了以后 我才发现小滑茂 可是 我不确定是李玲的 还是莎拉的 所以就只好把它 先放在盒子里了 原来是这样 终于弄清楚了 还记得吗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李玲就说 要和莎拉一起玩双胞胎游戏 可是只找到披肩 没找到小花帽 后来莎拉提醒我 小花帽应该是 收在一个盒子里 好不容易找到了 李玲莎拉也玩得开心 没想到莎拉上完厕所回来 她的小花帽反而不见了 找啊找啊 怎么又在盒子里 找到小花帽呢 原来是被小怪兽船长捡到了 好了 戴好了 谢谢奶奶 不客气 小怪兽船长 我们要坐船 嗯 好啊 不过在你们去坐船之前 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 自己的东西 会好好保管的朋友 说什么呢 拜拜 拜拜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 一样好滋味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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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台西轩果击的发明者张国新 做农机超过50年 研发的专利有上百种 这次我来出击单 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女人 太太美亮的心情其实很复杂 自己带两个小孩 工厂就是给员工做不合算 那就是我来做的 国新很期待 儿子荣州能当接班人 没想到他却自己创业了 那有没有跟妈妈商量 说实话是没有 家里的草绳生意 有机会外销到日本 荣州出马谈了个好价钱 国新却不以为然 我们呢 女儿子都改修到这里 我以前做完我不要却落下 压抑的性格 让国新只能靠吹口琴 抒发心情 在贴心女儿的牵线下 竟然让国新有机会 站上小巨蛋表演 神秘嘉宾的到访 能否让这对父子和夫妻 感情加温呢 今天晚上八点 稻田里的口琴声 就在公式频道 谁来晚餐 不是咕咕鸡来咯 说个好听的故事 陈顺祖是一位以澎湖家乡为念 他在这个孤寂的想念 以及他对家庭的密切的思念 都呈现在他作品里面 好几百张的那个相框 然后陈顺祖在这个墙上 那每一个镂空雕花的这个相框里面 它其实是要好几片组成起来 才可以看到 哇 原来这是他们的家族的合影 那那一块一块掉落下来的这个窗格 反复是一块一块掉落的记忆 九三年来的水像这件作品 我们看到它如何以家族的肖像为蓝本 然后把它放置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一个木箱里面 这些水淹没到它的鼻梁下面 反复这些人都被这些水好像要窒息一样 你从台湾要回家的这个遥远距离 不安全感 其实都反映在顺祖的作品里面 我们在翻唱我们的记忆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这些部分没有办法拼凑成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形貌 陈顺祖也应用了这些梅菜的表现 让我们说明了记忆的不可追索 神秘物种归岛现宗 前海热泉生态万千 是什么样的生物 可以在高温的海底温泉活动自如 秘境之语 归岛探索 旨在公式HD频道 出去旅行的时候要特别带什么呢 是颜兆爆疹安眠药 还是墨镜喉糖晕车药呢 这次跟着胜利带着你的手指头 一起去旅行吧 体会完全不同的旅程 周末不想出门吗 在家一起胜利吃下去 以上节目由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